台北市今天颁发了劳工金像奖 其中最特别的是一部记录新住民如何学习当黑手修理机车 帮助家庭生计的纪录片 而这位新住民叫做黎翠玲 她嫁来台湾有13年了 从不同机车到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黎翠玲的努力付出呢 也显示出新住民对台湾的劳动力有多重要 我叫黎翠玲 我从越南嫁到台湾来 换轮胎索螺丝 双手沾满机油 以贴近劳动者的角度 记录新住民驾到台湾和先生一起打拼的过程 原来黑手身影可以这么特别 这部纪录片 我爱autobike获得台北市劳工金像奖特优 片中的主角黎翠玲来自越南 驾到台湾13年 原本对机车一窍不通 每天不断摸索 现在可是专业的修车师傅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些线 他们绑住了在下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拉上来就卡在中间 然后就塞很多东西出来 才拉得上来 电池 引擎 油线对机车凉弱指掌 尽管拥有车厂保养结业证书 不过有时候客人还是会半信半疑 刚开始他觉得我是女生 到时想说你到底会不会秀 怎样把我车子到时候弄了那个 弄了到时候我办入席的时候 万一楼市掉还怎么样 他会这样讲 用实力证明女性也可以当车手 每天和机车打交道 受伤在所难免 手臂上都是烫伤的痕迹 有时候换轮胎的时候就是排气管要拆嘛 对 拆的时候有时候排气管很烫的时候 不小心就会烫到手 然后有时候晒壳那些 因为壳受胶之类的 有时候它会破掉还怎样 然后不小心碰到会流血啊 拥有一技之长 黎翠玲努力付出 也显示新住民是台湾劳动力 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